李连杰说,以后我再也不想和他拍戏了 杨丽金说,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他了 吴金说,我以后再也不和他拍对手戏了 红金宝则说,放眼娱乐圈五大明星 能和他抗衡的只有李小龙 这个让一众明星吻风丧胆的人 就是世界级拳王周比利 江湖上也有个关于他的传说 电影中没赢过,现实中没输过 在现实中真正的自由搏击赛场上 从二十多岁一直到四十多岁 他一直是真正的世界冠军 这个人就是拳王周比利 曾打断过李连杰的胳膊 在与吴金对戏时曾一脚踢飞吴金 由于朝强的战斗力,几乎无人敢与他拍戏 然而打遍港权无敌手的他,却被迫隐退了 他的身后到底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要说中国的什么东西最为师姐所知 中国功夫一定占有一席之地 而说起中国功夫,远一点的 大家都会叫出李小龙 这个文明世界的名字 还有拿到了好莱坞终身成就奖的成龙 以及一些最近也还会出现在荧幕上的 例如李连杰,真子丹,吴金等人 而另一个同样有着一身真本领的人 却因为长相的凶狠,常年站在主角的反面 作为主角最终需要击败的大反派存在 1997年火头大将军的片场 一大群人簇拥着围成一团 只见一位女演员口吐鲜血 当场休克,而那罪魁祸首周比利 一脸茫然无措 后来,这位女演员杨丽金 因为周比利的一脚险些瘫痪 在电影圈消失了 周比利完全不知 自己的一脚有如此大的威力 以至于她以后产生了一种阴影 打自己,放马过来 打别人,诚惶诚恐 正因为她一身真才实学 和投入的打戏表演 她时常误伤和她对戏的演员 被她的打戏所折服的影迷们也时常戏称 如果不是导演安排 你以为我会输吗 不过,这也许并不是一句戏称 而是一句真话 周比利出生在加拿大 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她 从小就对自由搏击有很大的兴趣 真正学习自由搏击并不是说说而已 不仅需要吃苦 还要齿之以恒地练习 身体受伤那是家常便饭 父母看着她实在是喜欢武术 只好给她在一家学习自由搏击的机构 报名学习 从此11岁的周比利 正是走上了习武的道路 第一次她对这触手可及的东西心生欢喜 在一次次的训练下 教练发现了周比利与生俱来的天赋 她就该是吃这碗饭的 这是周比利的师父弗兰克 看到她第一眼就冒出来的话 每天拳击手套都不离身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以后 她较弱的身子骨肉眼可见得阴朗起来 验身也坚硬了不少 教练经常会让她和童年龄段 高段位的选手切磋 刚开始的周比利 每次都被对方打得遍体鳞伤 天天挂彩 但是她从来没有退缩过 依旧是白天当人肉杀包 万上则回家做总结 经过不懈的努力 人肉杀包成为了管理无人能及的杀人机器 在师父的指导周比利的勤奋练习下 周比利逐渐成长 从一个萌头瞎打 毫无长法的学生变成了一个有条不紊 无懈可击的职业拳击手 1981年 练就一身真功夫的她离开了武馆 只身前往香港闯荡 那也是她第一次回国 在国内她参加了拳击比赛 但是由于没有大赛经验 她没有取得好名次 惨败给对手了 但这次失败也让她意识到了 自己和其他职业选手的差距 她开始疯狂练拳 严格保持硬施 备战下一次的比赛 19岁她就作为代表参加自由搏击比赛 24岁便斩获世界轻重量级自由搏击冠军 三年后 她报名参加了世界级的自由搏击比赛 在这场搏击比赛中 周比利一干脆 硬朗的打法 用夺了世界轻重量级自由搏击冠军 这场比赛也让她在搏击界一举成名 成为了名副骑士的世界拳王 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样的成绩意味着什么 因为选手参赛五年便夺得冠军 这样的飞跃已是不易 更难得的是 没过几年 她又进步 且保持着自己的金牌记录 她的努力为自己积攒了幸运 手握金腰带的她回到了香港 因为名声大噪 香港动作电影的角色便找上门来 当时周比利心中也是怀揣着电影梦 想在香港影视圈能搭展拳脚 进入演艺圈后 她遇到拥有火眼金睛的红金宝 红金宝很看好她 红金宝怎么会来找我 不可能的 当听说红金宝找她 周比利脑海中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这个想法瞬间被红金宝的一句话打脸 我是红金宝 你有兴趣拍电影吗 周比利高兴的说 好啊 我试试 谁能想到 这一试便开辟了她的影视生涯 运得功夫巨星们关注 红金宝立球打戏好看 周比利压力山大 红金宝一看她那神情 便知道她在想什么 企图用笑话让她放松心情 你这下打得不够痛吗 有没有再痛一点的啊 我还可以哦 不苟言笑的周比利竟然被逗笑了 摆了摆手 再来一次 两个人的对手戏分外精彩 周比利坦言 红金宝是很结实的演员 眼外之意 红金宝耐打 我打得很爽 就在红金宝的引导下 周比利的演技越来越娴熟 陆续出演了《肥龙梦将》 《烈火街头》等电影 知名度提升的她 功夫让人看得热血沸腾 尤其是和成龙的动作戏 一个动作花哨 一个讲究拳拳到肉 蒙发出来的火花也不少 几乎每一场周比利的打戏 都让人情不自禁地带入进去 为他们行精胆战 功夫的魅力 在周比利的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了 李连杰也逃不过英雄行星相惜的宿命 两个人有缘合作了不经无英雄 却没想到周比利给她送了份大礼 应该没有人没看过 李连杰和周比利的打斗戏吧 快绝版的看一回少一回 你瞧 一个下踢 一个回旋身 就把两个人之间的 你不容我 我不容你的氛围炒热起来了 两个人完全是认真对打 丝毫看不出替身 敷衍的感觉 因此也给我们贡献了一部 值得回味的影片 但剑拔弩张的背后 也真的是打得火热 周比利打红了眼 没注意 一脚把李连杰的手臂给打断了 这还不是最稀奇的 几乎跟周比利对打过的都清楚 他不是狠人 是个狼人 在功夫小子闯情关时 没控制好力量 把吴京给踢飞了 后来吴京傲娇地表示 周比利的拳击出手很重 如果可以 以后再也不想和他对打了 对男人下狠手 周比利对女人也不脚下留情 女打新杨利金 被周比利一脚踹晕 任带拳断 险些瘫痪 最终也告别了演艺圈 周比利三番两次入戏太深 没控制好力度 无奈又愧疚 我最害怕跟别人打 因为会伤到对方 自此 周比利的搞手形象 一传十 十传百 几乎人人都知道 李连杰都不是周比利的对手 在电影圈摸塔滚打了二十年的周比利 似乎明白 自己这么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不适合做演员 做明星 每天应酬 着戏 不是他理想中的生活 于是他从演艺圈中急流勇退 回归职业赛 周比利面对这些言论 坦然地说 趁着还能打的年纪 我再多打打 以后老了 怕是没这机会了 人生重在及时行乐 二零零二年周比利扣伊朗拳王 二零零三年扣泰国拳王 二零零四年再次击败泰州拳王 三年重回赛场的经历 让后来的周比利时不时回想 为荣誉 为自己而战的快乐 二零零七年 周比利出演完 他人生中 最后一部电影 《情洒都龙门》 自此隐退江湖 将重心放在了 陪伴家人的身上 周比利的妻子 十分低调 如今两个人在加拿大共享欢乐 相伴一生 他们结婚数年 却并没有自己的孩子 不过周比利认了个干儿子 开了个餐厅 或许 从小就背负着活不长久的诅咒 周比利一直不能尽兴而归 不能肆意做自己想做的事 好在 拳击救赎了他 让他一度灰暗的人生 亮起了光芒 才有了如此传奇的周比利